我们先来看一下比赛开始 龙打龙 双方都没有克制 而且阵龙的话 对面上的是武装女儿村 上的是斯托里没有上天机城 观战方这边还是上的女儿村 这个无底洞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对战方是女儿武装 观战方是无底洞 应该是再加一个方寸 应该还是 不 无底洞女儿村 对 女儿村站的是队长位 那对面应该是肯定包有一术的 但是对面的武装好像是全场的四术 开局直接清蛇 因为刚刚很有细节的一个打法 就是对战方的幻蛇宠 是直接A了一下观战方的幻蛇宠 破掉招架 开局地圈感知宠直接清幻蛇宠 但是应该是 法宝按防御了应该是 没有 他刚打了一个睡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看一下 对面斯陀领的速度好像是挺快的 没有 观战方的天机城市真锋相对之后对方石陀才出的手 等会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一场比赛 因为我们之前在说可能会认为两边都会上天机 那么珍宝格还是选择上了石陀领 但是他这把的二速风他选择上的是武装 没有选择上无底洞 对 那这就是说看武装他对于场上这个局面 能不能提到一个这种 相对来说的一个这种干扰性的一个打法 对 观战方无底洞是直接选择一把罗翰 这位女儿村是飘中观战方的女儿村 笑石陀领的应该是野兽 不让他加野兽 对 哦 观战方普陀是快过对面武装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对面赶紧凝制下观战方的普陀 对面继续叠这个零件 钓鱼岛这场比赛的打法和上一场一样 开局的两回合的操作都是 针锋相对先去控宝宝的伤害 因为知道你石陀领的话 你前面两个回合一个是野兽 一个是变身 不会有什么输出的动作 而且大家注意到观战方的女麻布也是比对面女麻布快的 但是对面珍宝哥第一只宝宝是神佑 丽皮选择清观战方这边的幻魔牛 五花卫有针锋相对的状态 这个就打不太动了 对 爆一下 第十二两千 这种情况下不爆的话 应该能打到六千到七千左右 如果头上没有箭的话 对 如果四次立批的话 看一下能不能带走 还是杀还是够的 主要两只有零件的这个统整都是暴毙了 对 那这样的话 钓鱼岛其实是比赛开局很快就已经雷起了两层的攻之线 那这个回合 只要是再有一个技能 跌倒攻击赛就可以变身了 对战方在上四头领的情况下 他肯定是还是想着尽早的跌漫天 对 这个时候他应该不会选择四伯来买宠 应该是尽量的平坎跌漫天 跌倒五行 先打给自己的武装 看下对战方的四头领是不是平坎的 这把大概率观战方 因为天机城是要针锋相对他的 野兽也有可能 先起塔了 对 因为刚刚是笑里被笑中了 野兽没演出来 看一下一号位的神马童子是谁又一次被带走 那下一把的话 看一下观战方这边无底洞 有没有这个可能是会快过这边女儿村 这边在女儿村占队长位的情况下 会不会把这个神马交给自己的无底洞使用 也是有一个可能性 是啊 如果是神马交给无底洞使用 无底洞呢 因为现在第三回合 下一个第四回合的话 有可能是会快过 对比女儿村的 对 变身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圈在全场的一速 三回合变身雷起来 但是因为对战方的武装是有一个清静的状态 他也比 他是可以选择来套观战方的天机城的 但是观战方这边 女儿有塔 普陀也有水 两个单位都够水 对 这个回合 这个回合想要防住天机城的进攻不是太好防 对比女儿村还是全场的一速 有一速 无魂不让你动 再给笑脸 不给破雪 觉得天机城会破雪轻宝宝 对 轻舌 可能会破雪轻舌 留云一下自己的武装 还是要尽量的让自己的武装快过观战方的普陀 对 哦 还是够的 愤怒还是非常的多 但是宝宝继续神幼 开场神的第二只宝宝 运气还是非常的不错 这边是我的品感别漫天 但是第一把是没有出 凝制 这边是赶紧凝制下对面的武装 因为观战方的普陀 如果比对面武装快的话 对面武装就套不了普陀了 嗯 那观战方普陀 就随意的发 他的激动性就会高很多 观战方普陀 现在还差一把流云 所以说对面武装 应该还是有速度的 但是这把流云是迟早会补得上的 对对 所以说这个 在没有地府和磐丝 这种门牌的情况下 切进来的速度 基本上就是整场比赛的速度 没错 观战方这边是继续踩着罗翰 对战方看一下 要不要想办法把罗翰接起来 不过对战方 只有速度的有把塔 其他单位应该是不大够愤怒的 嗯 这个回合观战方女儿村的愤怒 也不少了 有可能会使用精轻啊 嗯 这个就得看一下 对面的女儿村是选择笑观战方女儿呢 还是来继续控无底洞 因为你控无底洞 就给了观战方女儿村 一个精轻的机会 对 还是选择飘 飘中观战方无底洞 有碎欲来控 地下是没有揍 有颠倒的状态 但是因为 毕竟是这样 有至今的情况 无魂了 啊 阵风相对鸭虫 来看一下伤害4800 伤害还是很高的 6400 对 对 继续凝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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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陀是全场的6数 这把凝制是 难道想让那位普陀 卖过观战方的天击城吗 这个可能性应该是不大的 那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把 我觉得这把凝制的话 因为观战方普陀是 对吧 原始速度是快过武装的 对 对 但是对于女儿春已经飞了两只宝宝 这个是飞得比较快的 大家注意一下 五回合飞到两只宠 比较快 观战方的宝宝还没飞过 因为 对战方施托领开局这几个回合 都是在做前期的一些铺垫性的操作 还没有实质性的开始进攻 那么 对于 钓鱼岛这边来说 他的宝宝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对 我们也回过头来 嗯 珍宝哥肯定会知道这个钓鱼岛会上天津城 他为什么还是会选择上斯托领 可能是对自己太自信了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会怎么去打 因为 因为我觉得常规的斯托领 对战天津城是没什么优势的 优势 女儿春手里面是有 这边是直接 刚刚岁月了那是不够了 再笑普陀 现在还是有愤怒 因为知道观战方普陀手里面是掐着流云的 不给你去把这把流云补上 尽可能的去延缓 再破血青蛇 看这条蛇 也是没有神诱 这边斯托领 可能够一把破血的封 但是有针锋相对破血也打不出来伤害 有可能会继续 继续平A了 对继续跌漫天 但是两把都没出 这边女儿春跟女麻木是被观战方 女儿春一笑青春给封中的 开场的话 珍宝哥是比较烈 有点小烈士的 宝宝飞得 飞得很快 我们可以说飞得很快 对 六回合已经飞了三只宠了 女儿飞两只 然后这个 石头领飞了一只 宝宝飞得很快 不过好在是观战方这边 天机城的燕甲状态是消失的 最后一回就说 她是没有被罚战的 没有她破血把蛇清掉了 破血破血 因为燕甲状态下三个零件 一回合回60点分度 是足够她去支撑一把破血的 女儿继续出宠 但是妖风式起还是非常的准 嗯 这边武装到开场 现在还没有使用过这个技能 还没有使用过二月乾坤 哇 这把直接9000 想清这个换舌头 但伤害稍微低了一点 因为观众问你盲目速度快 她会不会跟上一把取秒 或者是失血之际 失血之际 12000直接清掉 这边你盲目被罚战了 开场的话 珍宝哥非常的劣势 钓鱼岛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有针对性 我觉得啊 观众你把目有可能是带大风带的 嗯 其实速度上面的话 当然也有可能是乱敏的情况 呃 其实也不用去说乱敏或者是疯的 因为基本上这种法系 它的速度可能差的就在毫厘之间的 啊 其实哪边快哪边慢 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啊 因为差不会说有很大的这种速度差距 女儿村上马被谁咬了9000多看一下 对战方的女儿村这把能不能把罗汉接起来 对 如果 我觉得愤怒性应该是够了 肯定够了 没错 她开场到现在没有使用什么特技 看她要不要接 选择反效力观战方这边的女儿村 觉得这边女儿村会惊心吗 但是这边无敌冻水的水清 无敌冻水 而且是增加了天际城10%的伤害 笑普陀 波兰继续保折 这边普多是补把灯给自己的这个女儿村 继续压斯多利 嗯 我觉得啊 对战方斯多利 如果精青 不是 漫天老师叠不出来的话 会非常影响节奏 是 但是你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现在你看这把精青还是比较 比较亮丽的 直接先回下去 顺便把风云先 把这个状态先解一解 因为漫天这个东西 那真的就是神奇的几率了 对不对 但是对战方武装 又是中了遥风世纪 这把武装上的 而且是没有抢速度的武装 是非常难受 关战方是很针对 他是想让自己的 无敌冻一定能拿到三速的 他这个开阵法和这个站位 所以说他这个无敌冻的站位 是非常的关键 就算你是对战方 也是上无敌冻或者上方寸 有可能 关战方的这边无敌冻 还是能拿到这个三速或者是二速 对 而且这样是二速啊 对 他其实从上午对西山老尖将别 就可以看到 他的无敌冻一定 我不敢说一定是全民啊 但是一定是速度加的非常非常的快的 嗯 到目前为止的话 这边武装的这个出手几率是太低了 是 主要是你被控的话 没有宝宝能开你 这是最难受的 因为水清的愤怒是减半的 然后又增 然后再跟上一把精精 对战方是武装凌智了下光组 我女拔木抢一下法系的速度 都能继续平坎叠半天 终于出了第一把 这应该是平坎了第三次还是第四次 好像平了两次蛇 嗯 双蛇成型了 其实这个样子对正宝哥来说 场上的局面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刚好这回是把蛇给换掉 下回是 司徒宁又有剑的情况下 看一下要不要 解掉这个 争锋相对的状态 来连一连蛇了 要不然这的话是挺难受的 在对面又没有罗汉的情况下 对 因为有这个无底洞的这个精裁啊 加上这边普陀一直波澜 所以说 在 宝 宝宝优势清蛇的情况下 暂时也没有发挥出来 对 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因为大家以前都知道 珍宝哥就是宝宝的优势是最大的 他可以不用司徒宁连环金清蛇 对 依靠宝就能把你蛇切了 没错 但是现在有这个无底洞 无底洞的精裁加上普陀 他这边普陀没什么事干 而且速度又快 你武装又套不了他 他一直波澜 对 就一直护自己的蛇 所以说开场到现在 珍宝哥是非常劣势的 继续三飘 终于飘着无底洞 看一下这把对面的武装是可以出手了 反套普陀不让你波澜 终于套中 那这把的话 没有波澜的情况下 对面三只利劈 有没有机会清掉观众王这条蛇 但是对战方的女麻木也是被观众王女乐春给封印命中 连环机直接压你的这个 天击诚 天击诚 那这把点是肯定能点死 因为被幻魔A了一口 点掉天击诚的这个策略是正确的 因为你不点天击诚的话 他会无限来控制你 而且现在对于珍宝哥来说 他有一个点现在到目前为止 这十回合控制的是不错的 那就是观众方 就是钓鱼岛的普陀 他的流云一直没有补上 但是一号位的丽皮被清掉这条蛇 还好 刚想说可能伤害不够 但是包了把四千七也是把钓鱼岛第一条蛇给清掉 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 珍宝哥女儿村已经飞了三只宠了 对这是飞的挺快的 三只了这很快 但是可不可以考虑 因为他们肯定是有鬼魂的宠 中期的时候有可能会拿鬼魂的宠出来扛一扛 这十回合走了三只 现在这肯定不会再出宠了 还是要出 哇 这个出的速率也是真快 观众方无敌动继续精残 这边武装这两把是抗风 反套观众女麻木没有风中 可能是不想让女麻木召唤这个患魔 召唤这个天魔觉醒 这边也是继续出蛇软 这边是第四只蛇软了吧 有一条油脂蛇软是被清掉了 对直接被清掉了 应该是第四只蛇软了 在比赛进去到十一回合的时候 是不是出的有点快 但是你现在不出的话 你场上局面不好扛 主要是他躺上没有卡速冲 对得有个卡速冲 五千 那这也是高幸运改掉之后的话 宝宝对于蛇的伤害其实是有增加的 我们在不算天骑城的情况下 其实是有增加的 先起指人 下回合对战方可以继续来压过战方天骑城 给你把这个燕甲状态直接压掉 但是因为这个不是三攻变的 是两攻一手变的 他只能压两个单位 这个回合就要看一下珍宝格的选择了 对于珍宝格这把可能不会 可能会 除非是蛇A到 对于斯托林是没有变身的情况下 这把可能要 优先考虑是让自己的斯托林变身 嗯 其实把燕甲先压掉也可以 两攻的话 他一回合回四十点愤怒 下回合又可以破血了 那 这边斯托林肯定是变身 因为他刚进去完 没有破血的这个特技 应该没有破 那只有女麻木咯 女麻木四血直接来压 这把还得笑战方的普陀 或者直接套 飘中哥这把女麻木 不让你招舌 反抗一下他们的武装 命装 这把是没有抗光 先点灯 那还得一回合 他才会补流远 这边普通是刷齐把灵洞 开掉自己的女麻木 这边继续 还请女儿村的宝宝 目的先很明确 就是请你女儿村的宝宝 看一下 遇到这条蛇 是只剩下所选 应该会有宝宝 跟一下 但是神不神又暂时还不清楚 这边女麻木是选招召唤怨铃 先请怨铃 因为有针锋相对啊 这壁脸也是完全打不出伤害 女儿村的宝宝 这是第四只 下把可能要 卡大金加波兰了吧 不知道宝宝没怎么飞 就飞了两条蛇 对 暂时来说的话 消耗的话还是对战方 这某个消耗的比较大一些 看这把对面 石头里是有变身的情况下 会不会继续压制观战方这边的天际城 他可以使用女儿村来封 然后来封杀观战方的天际城 看一下会不会 哎 选择四只身相封重 会继续压制观战方这边吗 效率 哦 效了 哎 这就是刚才说的 两回合80点分钟够破血了 一封一笑 是吧 是天际城基本上没有水清 是肯定出不了手的 这一定罚战了 一定罚战 这不用想的 而且这边的这个 无底斗也是有危险啊 嗯 对面你盲目看一下 对面你盲目中了妖风啊 不然这把秒出来的话 嗯 这把给了个金千 还是比较靓丽的 但是刚刚这回合 珍宝哥的运气不是特别的好啊 平A一下宝宝想叠个漫天 结果宝宝还合击了一下 这是斯多连最难受的 没错 嗯 预导的变身还有三 还有两回合 还剩这回合结束 还剩两回合 宝宝就是吸血鬼开自己 他刚刚的话有80点分钟 80点分钟 这把回40 刚刚被笑了 刚刚被笑了70 被笑70 还有10点多 10点多加40 50多 再加上被毒一下 其实这个回合 观战方天际城有可能还够破 因为他会毒药会掉血嘛 碎玉弄雨来控制观战方 这边的这个无底洞 水清 继续保证自己的 那不够 那不够 针锋了 他没有选择吸血鬼开 是不是觉得对战方 有可能会清掉这边的手卵 可能吸血鬼是按防御 对 按防御的 中了把无魂 漫天没出 看对战方斯多林 有没有被罚战 好 选择 踩塔 这把女麻木这把没有选的 四血支架 对面是 观战方这边一直没有凝视 对面女麻木 对 对面女麻木是有速度的情况下 如果这把是四血支架 我觉得有 有机会清掉观战方这边的吸血鬼 嗯 但是还是要打得稳一点 不着急 反正这场比赛肯定节奏会非常的慢 我觉得没有 起码要一个半小时之后 才能分出胜负 是 说不定会打到绝杀都是有可能的 嗯 观战方普陀这把他踩了好久了 他觉得我觉得是够大的愤怒的 他他会先留云自己 他这个时候不需要什么那个精情浪汗的 他一定是要先留云自己 把自己的速度比对面的武装快 因为快过武装最大的好处给两个输出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给天机场打电脑五行 那对战方的武装就没有办法控制观战方天机场了 他一定会找机会给自己留云的 这边说对你踩了把塔 我觉得他的他的愤怒啊更多的是留 精卿留着精卿 留着精卿的 嗯 破血没有什么意义 特别是你一旦被压了针锋相对 你破血你也清不掉吧 是 观战方无底洞被封 等会看看他的塔的CD到没到 或者说金蝉的CD有没有到 金蝉CD到有可能会直接把金蝉先立起 我觉得天机场是真的非常克制这个传统的这个输出门 嗯 女后春继续飘飘都观战过女后春 两把塔 清风解掉 清风望月宝队石头里出手是要 点杀吗 破甲继续点 还是压压天机城 但是天机城的速度快啊 他 4000 这把点杀的话还不好说啊 如果是连环机的话 但是 不连环机的话 也真是不好说 因为他的 娘亲 对 不过你把木加上的话应该是够了 先贴 因为他在燕甲状态 他的三级法宝神将袍 会让他每个回合在挨揍之后 损失的一部分血量会转化为护盾 就等于他在这个阶段他挨揍 你看每个阶段都有小括号 那这把点杀不转啊 因为天机城已经出手了 而且他这是最后一回合燕甲 他也得神又一次 对啊 那超亏的 这把你看他会把它打回原形 但是这把你即便不点他 他也是要回原形的 对啊 那不等于太亏了吗 他这把要点天机城唯一的目的 就是希望点死天机城 然后解掉自己是否领头上的 这把针锋相对的状态 这把点杀我觉得太亏了 不过的确 的确是有点亏 因为怎么说呢 你即便是解掉了针锋相对 因为你下个回合你要休息 对啊 你要休息再还两回合 你头上的剑就变成最小的那个型号的了 而且还没有点死 最重要的是没点死 对没有点死 给了这边天机城很多的愤怒 而且遥风四十 又是风中那边的这个 女麻木 这把天机有可能破血配合女麻木 清掉对面的手卵 而且对面的手卵是没有按防御的 不过观众帮天机城选择把金锦 先把金锦 这场比赛两边的物理系都是选择带了金锦 而不是罗汉 吃血之际清的是一号位 尤城的宝宝神佑一下 嗯 你给自己吃了一个大金 这个大金是值得的 嗯就相当于神佑了嘛 这个就顶顶过去了 因为这是第四只宝宝了 这个对 如果再飞的话 可能宝宝的消耗就太大了 女儿村不能出宠了 出的话有可能是鬼魂或者是孩子 还是利劈先来清舌 不过珍宝哥在烈士的情况下 利劈还是能成型 是 只能说真的是硬件 因为其实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看 到目前为止 钓鱼岛它主清的单位 只有女儿村的宝宝 那刚刚也是附带的是 打了一下尸陀的宝宝 其他单位的宝宝 他现在都没有这种想法去碰的 嗯 因为毕竟天成这个门牌 他其实这个队伍的打法 他也挺忙的 因为又得压你物理系的输出 又得去想办法叠零件 然后再去点你的人 他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轻宠 他轻宠的面 不会像之前门看打尸陀一样 他只是轻四个单位的宝宝 留一个单位 他这种打法可能最多 就轻两到三个单位就最多了 他顾不了那么多单位了 这把是选的金钦 武装没有套着观众的普陀 这边普陀继续把波兰 保自己的蛇 蛇轮是开掉对面的女拔木 我觉得这样啊 这边我觉得这边对武龙消耗也是有点大的 那肯定大呀 这边是一直要封事情 你一定要用武龙开 如果到最后没武龙的话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对 你想打两个小时这边的无敌兜 怎么也得丢个二三十次的 反正三回合一次吧 基本上就是三回合一次 大概九十回合 九十多两个小时吧 两个小时九十多回合 起码得丢个三十次的 对 二三十次的这个要封事情 你想想到最后 可能你武龙是真的会 会吃不消 对一个号 在双方的情况 带四到五个武龙嘛大概 对 你想想到最后可能 这某个武龙的消耗 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可能其他药品充足 是 武龙最后你要封事情 其实我觉得 被封了你真的是没办法 只能干瞪眼了 对 而且我觉得大肩的消耗 也会很快 对你想想到最后 十几二十分钟 没有武龙 这边要封事情封住 你就只能平坎 或者是只能是起法宝了 只能等盼了 那就真的太恐怖了 至于生香继续风筝 观众方这边的天际城 这边无敌斗士 铃铛走起 他上把铃铛摇了 我跳跃到摇了挺多宝宝的 这时候 神准 对 这把尖枪很舒服 这把尖枪我们来看一下 赤头领跟你们都是可以正常伤害的 选择了点三无敌斗 这把无敌斗士 没有选择使用金蝉的 也没有使用腰风刺激 所以说他的血量是非常健康 而且有明光宝珠的话 这个再怎么宝珠 如果女朋友聊出去 有龙汉 有龙汉 不一定死 问题不是特别大 看一下 2100 对吧 龙三位法三高 可能其他证法 这个就真的 问题不是特别大 主要是清了一下无敌洞的这个愤怒 没了无敌洞的话 对面的两个其他单位就是 特别是对面武装 出手的机会就比较大 但是一样无敌洞拉起来就可以给你吃腰风的 这个倒不影响 因为无敌洞这个门派 他就有点 哎呦真的又摇跑了 哇这个铃铛 他就有点类似于我们 比较意义上的这种方寸的用法 尸体战了 继续长到甜头之后继续一个铃铛 实体战的话拉起来他是 又是两个你再跑 哇 太强了太强了 这老板心里真的是 几十万的宝宝敌不够五块钱的一个铃铛啊 对面一排利逼 起码每只价值四五十万吧 我感觉 哇 观战方这边是 普多的宝贝清掉一句 我们继续来说刚才的这个问题 因为无敌洞压死之后的话 也就是先清一下他的愤怒 因为并不影响把他拉起来继续去 要风四起的 这把对战方拆得很好 把一号位套了 这一号位是拉的是无敌洞 这把没拉起来 对 这个回合的预判非常的准确 那石头领得先变身了 观战方这边的天机城我们来看一下 他现在是可以出手 但是因为观战方的无敌洞倒地 场上只有一个风气单位女儿村可以动 那这把的话 对战方可以选择用女儿村 校观战方的女儿村武装套天机城 对面石头领这把也是可以正常变身 正常变身对 对 来看一下会不会用这样的一个打法来压制 观战方女儿村的这把水清 毕竟你扫了一个风气单位的话 果然是校女儿套天机城 但是这边是给无魂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正常打法 对吧 没收了纸人 普陀出宝宝 因为你普陀没宠 基本上不会去水清 一定是水清点是在女儿村的身上 这场比赛对战方武装的出手概率 就出手的机会多不多 会影响正常比赛 因为这份武装是真的太准了 他 所以这场比赛出手的机会不是特别多 但是只要封印过来 基本上命中率是非常高的 对 情换蛇宠了 哎 刚刚是观战方用吸血鬼开了五号位的宝宝 五号位的宝宝 是拉起无底洞 无底洞拉起来就可以直接走腰封 腰封对面的女儿村 就像这种方寸的打法一样 可以直接腰封 但是对面是选择了 这个回合选择清吸血鬼 那一定是要清吸血鬼啊 看一下这个吸血鬼神不神又 被清掉 那两边都是清掉一只幻蛇虫 对 这把无底洞应该是腰封对面女儿村的 对面是一排的利皮杆子啊 先觉触缝生了 哎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把觉触缝生加了10%的速度之后 场上的速度会不会有变化 因为这把如果说是能够拿到一速的话 腰封对面的女儿村会非常的赚 我觉得想比女儿村快有点难吧 虽然说是有这个觉触缝生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不一定 看一下吧 嗯 因为现在两边的马的都没有马的回合 就相当于观察方向等于额外有10%的速度 看一下这10%够不够 因为大家都说女儿村有门牌技能加速度 无底洞也有啊 如果真的是全民速度不会差很多 看我们看一下 啊还是没有 嗯 那他肯定不是百分百全民啊 那一定不是全民了 怎么说自己能开自己的天际城 应该是要压制一下对面石头领 至尊三标 但是 这位武装是直接清风万岳之铁石头领 保证施多出手 但是 针锋相对之后的话 苏林的伤害大大降低 嗯 选择的点杀 那这个比较多等心圆 这种慢慢这种消耗 嗯 不过这回由于女拔木被封啊 天际城应该是死不去了 对 所以说真宝阁在看了上一场 骑到老街的近况的时候 可能觉得再这样的话 可能是没什么机会 对 反正先主动出手 反正自己有女儿村 在能进攻的情况下 还是选择了疯狂的点杀的 在虽然说没有地幅 其实大家要知道 并不是珍宝格尸驼的伤害低 而是观战方现在还有一个 明光宝竹的状态 在丢暗器就是要压死你 还是没有压死金蝉起来 那这样的话是死不了了 这把暗器丢的 这个血量 差一点点 丢落雨金钱会不会够 我觉得也不够 因为 暗器打了300多吧 335吧 感觉少了点 可能丢落雨金钱可能会更好的选择 那只能说是可能有机会 不管是 如果你要一定要砸死别人的话 对吧 你丢飞镖就有点太瘫了的感觉 但是中期的话 珍宝格也是一排历皮壁垒成型 观战方这边的蛇 生存率也是非常的低 这边已经很久没有双瘫瘫瘫成型了 不管是蛇还是牛 对 反倒是开场对面在飞了一蛇 一蛇卵的情况下 是自己的双瘫瘫占了很久了 因为这就是我们说的问题 天机城这个门牌 它基本上就是在压人 它很少会有时间去顾及到宝宝的 除非它是有这个厌甲的状态下 因为破血 没错 它很少有时间 那么现在的话 珍宝格是点着观战方的天机城 一直在压 观战方这边厌甲状态来的就比 上一场比赛就要慢很多了 这个阶段 慢得比较多 所以说它就没有时间照顾珍宝格的宝宝 那珍宝格的宝宝 现在就是等于是无限输出的一个情况 思雨生一想没封中观众的天机城 那这把它应该是能叠出 下巴能叠出厌甲状态 但是女麻木是被套 对战方普通是继续流于强法系的速度 但是这边天机城市 没有选择阵风向 选择了一把金钦 也是刚好解掉 这些女麻木的当前回合的封印 可以招天不觉醒了 对 但是对战方 也走金钦 也是金钦 这条蛇 这条蛇满血 四肢力劈的话 如果出现暴毙的话 是有可能会被清掉的 对面有只宝宝顶大金了 先顶要了 那可能是这回合是不够的 三只利平应该是不够的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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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战方都是一蛇一牛 而且场上都没有这种负面的状态 对比女儿村是有至金 看一下这把选择封印谁 观战方天机城这把可以一发而动 它一发而动的话 等于是三宫之线四回合 它是可以选择用入胜技能 去下回合去变身的 所以说这把如果 看来对战方女儿村选择封印 封印哪个单位吧 我觉得女儿村得至尊三票了 或者说你女儿村就是单控观战方的无底洞 其实你单控无底洞的话 还是选择单控比较划算 这边反封对面的武装 也是没有抗封 有些普多给自己女麻木点把灯 对面是继续波兰宝蛇 看观战方会不会选择一发而动 还是真风真宝宝了 因为真风可能直接就是公之线 可能天机城带的这个毛可能不是很多 但他一定会带的 他可能为什么不用这个一发而动 留着后期吧 他因为他是要在 如果说这回合他的真风相对是手之线 他可能会用 那么我真风相对既然是公之线 那我还用他干啥呢 对 等于浪费 对 浪费 而且他身上本来就已经有两层了 你最后一层再用的话就觉得太亏了 不不不 就是要在最后一层用 因为最后一层用出来 然后变身之后 他可以直接有 然后他会额外增加一回合 增加一回合的变身效果 看这条蛇啊 神不神用 就看蛇神不神 这是因为有剑 所以说只能批一千血 对 看一下 鱼岛的蛇神还没神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这个减伤效果特别的明显 四千 一个利批批四千 一个利批只能批一千 减伤效果 太明显了 因为天津城它本身还有一个经脉 它的效果是针锋相对减少伤害的效果 额外再增加百分之二十 额外减少百分之二十 再加上三层的一个这个巨剑的一个效果 很恐怖 其实打到现在 在珍宝阁开场有点劣势的情况下 现在慢慢回来了 对 已经点过这边的天津城 再又点过无底洞之后 对面的优势已经慢慢地打回来了 劣势慢慢地打回来了 对 还是去争你女儿村的宝宝 最重要是对面双患母 双患母应该已经有占了十几回合了 其实最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珍宝阁 这场比赛在很早的时候就去选择压天津城 因为你如果不压天津城 你让它无限输出 无限输出 你的劣势会越来越大 那现在就要看一下 钓鱼岛在天津城无限被控 包括宝宝现在开始 不是像开始成形成的那么全的时候 他们要怎么去操作了 而且这个牛的血量也不是非常的健康 不过这把应该是能站得住 对 无底洞可以走腰风了 无底洞走腰风 这个时候现在钓鱼岛的天津城 就当石头岭一加一来用了 因为针锋相对会优先攻击 因为钓鱼岛头上有剑的这个单位 所以说现在他只要针锋相对的话 是可以打到两个宝宝 就跟石头岭的这个打法是一样的 1号位可能会暗防 2号位可以暗防 2号位基本上是只能靠神右了 靠一年 对 因为牛车的宝宝还是飞得比较快 对太快了 或者这个回合如果说手里边是有精轻的话 解掉剑 然后按把防 硬控 是 小拳控法线也中 套你的无底洞 不是套你的天津城 没有套中 那这把天津城应该是为 观众方普陀补过刘云了吗 如果是补过的话 那这场比赛的速度那就是这样了 有可能好像没补过吧 哎果然是暗防了 那就是不要 不要比对面武装快了吗 那应该不会啊 这已经打了二十多回合了 啊 师伯一千六啊 这个数据 平时的话一般是师伯大概五千多六千多 这等于降了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伤害 太可怕了 哎呦 真的是 所以说 头晕 你想想老板看到自己的号 被这样子 真的心态是有意义 真的 所以说很多蛮常规 常规输出的门派是真的 应该不大想看到 底底盘目还更讨厌 真的 对吧 这个加伤害的效果的确是比较明显 人家不是说吗 一千万的号打成十万的号了 对吧 随便一个满球的号也不止打这个伤害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这个针锋相对啊 真的太很夸张很夸张 观战方无底洞被封 那他可能会选择去走下一把金蝉 或者先起个塔 观战方这边 对战方小圈来控观战方女儿村 这个阶段的命中率不是特别高 还是套你天机城 这把是命中啊 而且这边是三个 三个封印都是 三个单位被封印命中 看这边十六里还会四五二号吗 没有 现在击齿能了 转着这个三二也没什么意思 原来是女拔木手里有把尖亲 对 但是这把会不会平坎继续点半天会好一些啊 这把子能觉得 子能也还行吧 可能有可能会被天机城压嘛 加上女拔木如果点了你去秒你是有危险的 对 还是凯尔请你换蛇宠 这个换蛇宠 神不神又 神了一只 神了一下 这把是很关键 这个是真的关键 因为这边已经没有换魔了 对 而且这一只是应该是 关键方这边第 应该是第四只 第四只 对战方也是第四只 对 但是下把的话 这边是可以自己开掉直接召唤了 因为大家现在 算女拔木出蛇的这个次数 相对来说啊 就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利用比赛进行的回合数 把它除一六 做一个除法 大概就知道它场上出了几只宠了 因为六回合才能出一只宠 它不可能说我很早就全部就拿出来 基本上除一六 你要超五只 起码得到差不多三十回 基本上回合除一六 最多左右误差就是加一减一 就可以算出来女拔木的宝宝数量 那现在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关键方 这个回合对面的女儿村 可以先不控无敌洞 因为无敌洞这把有可能会想到先出宠 控你女儿村 或者是再笑你的女儿村 我觉得这把可以控女儿村 这把可以笑女儿村 因为女儿村是有水清的 有可能水自己的天积城 对 水天积 没错 无敌洞大概率是出宝吧 对 其实无敌洞这把水天积城也有可能 因为它水清之后会有一个伤害加成 对 这把关键方这边水清比较多 直接丢无魂了 丢无魂 除宠 中了 武装套普脱不让你水清 但是这把没有中 选择了五龙开 当然一样如果套中也是开不掉的 继续压四师托领 阵风相对 除了把金甲 破招架 那是要破血吗 不过这边应该会吸血鬼 不不破血破不了 它有隐身 直接压制你的女盲目 但这个有阵风相对的伤害 那不行啊 因为这把 这个回合就是 主要是武装没套中 封普陀没有封进去 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连环机的伤害啊 哎呀我的天呀 这伤害真的是 太 什么 这如果刚切进来的朋友 可能会 这尸头领没带武器吧 没有不是没带武器啊 是伤害被压制了 但速度快 能不能跟得上 哦还是压死了 那这个吸血鬼还是有可能被清的 我觉得这把清不掉 清不掉 三肢力劈的话 它没有按防御 不好说 我觉得清不掉的 不好说爆了 再来一头 这不好说 又爆 又爆 神呢还是被带走了 好吧 因为观赵王女麻木没有加过流鱼 普陀没有给自己的女麻木加流鱼 所以说对面女麻木还是比观赵王女麻木快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如果这边补过流鱼的话 自己女麻木是比对面女麻木速度快的 一定能把这条蛇招出来 真的是像传奇说的三个宝宝暴击啊 赶紧接罗稳稳局面 大家稍微等一下 我们的画面 现在可能稍稍前面的信号出了一点小问题 大家不要着急 我们刚才这场比赛看的也是非常的紧张激烈 在石驼灵打天机城的这种打法上 我们可以刚刚看到了一个情况 那就是珍宝阁他的一个应对策略 跟西藏老街是不一样的 他是选择先去再开局 感觉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直接就选择我去压你的天机城 无限去压你的天机城 导致你天机城没有办法 很快的去这个叠燕甲 那你没有燕甲 你可能说你对我的一个干扰就会降低 那么利用这个阶段的话 我自己的宝宝成行去压你的蛇压你的幻魔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重要跟西藏老街不同 还是女乐村 珍宝阁的女乐村有速度 没错 它有速度的确是 西藏老街没速度 你想再多的都是没有实施的办法 对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对 没错 加上西藏老街没有珍宝阁这种 功能性的宝宝的优势 加上硬件的优势 可能是有一些 可能在操作上也会受到一些局限性 重要的是正法也是没有优势 所以说跟那场比赛相对来看的话 是珍宝阁反而在这个正法上面 在选择那把龙阵没有克制的情况下 是开场有点劣势 到中期是利用点杀无底洞 点杀天机城 也是把劣势搬过来 现在反而是优势的情况下 现在其实我觉得 有天机城的队伍 他现在即便场上有点劣势 但我觉得还是能稳得住的 他只要通过天机城 无限地打压你的输出 他可以把局面去稳住 然后通过补保 毕竟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比赛 前面的这个回合处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珍宝阁的消耗 还是要比钓鱼岛要大很多 包括像刚才我们说到的 五龙 包括像大金 其实他消耗的 包括像女儿村的宝宝 他的消耗都是要比 钓鱼岛要来得多 那么钓鱼岛现在他只是 稍微这个阶段 包括宝宝不太全 人物会有倒地的情况 他再把宝宝补全 把人物拉起来之后 他可以继续再去 跟珍宝阁去打僵持的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五龙的问题 因为这个腰风四起 一定要五龙开 所以说打到比赛后期的话 如果你五龙不足的话 是真的会 你前面的优势再大多有用 对 没错 大家也是可以稍事等待一下 我们前方的信号 正在紧张地进行一个调试 估计几分钟之内 应该就可以调试好 大家不要着急 其实我们和大家也要着急 希望看一下 比赛的进程是怎么样的 大家不要着急 这个时间应该是最关键的时候 对 没错 比赛也打了大概将近45分钟 已经到了基本上 如果打得不好 是有可能被一下局势 就被逆转 其实珍宝格现在能把局面拿回来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 就是刚才传奇说到的 女巴木的速度 对 光这么普通 我不知道她自己的流域没加 因为我 因为从比赛前面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加 是不是 好了 我们比赛画面回来了 而且这边女巴木还是没有拉起来的 拉起来了 因为她出了一个宝宝 然后又被压死了 应该是被手撕了 应该 这边再拉起 但是没有出藏绳 这把是换掉了 终于把自己的蛇给换出来了 但是一样你又损失荔枝换蛇宠 对 她应该是出了第六支了 我们来算一下 三十二回合对吧 四六二十六 五六三十 五六三十五条 然后她有两条是没有招出来 那也就是说至少要有 五至六条 五招应该是六 这可能是这个应该是第六条 对对对 而且光这么这边三个单位中的封印 不过好在是有把罗汉的状态 不过这把罗汉是刚好结束 这边五底洞跟纽约春都是踩着塔的 不知道有没有愤怒 纽约春踩塔 再给妖峰 人来开 轻轻解不掉 大家其实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由于钓鱼岛这边天机场被控 所以说她这边的五龙的学校 其实已经有几次 其实已经是有几次 包括普陀人手动开 五底洞手动开 女儿手动开 因为她场上也是一直没有卡树宠的 她的五龙小号其实也有点大了 对因为她不舍得换宝宝 因为她就是开 都是那种耐攻 所以说 而且 你把木的这个手轮又被清得比较快 被清了两次 所以说她场上 只能是能来操作为五龙这种操作 其实我感觉啊 钓鱼岛不换配树宠出来的 这种打法是正确的 因为对不对全是利批 大家不 先不说利批的问题啊 大家可以参考以前和珍宝格打的队伍的这种 以往的这种交锋的胜负啊 只要这支队伍 他场上有一到两只配速 女拔木的宝宝不算 有一到两只配速出来之后 跟珍宝格去打 基本上都是 败多胜少 因为你已经没有去清珍宝格换魔的能力了 那你至少现在 虽然说我们会说 现在钓鱼岛这边 如果他要去解封 可能要去靠人去精清水清 或者是人五龙去开 但至少宝宝还是会给换魔一些压力的 但是你这么说 对面两个换魔已经站了 超过二十回合了 毕竟他不是石托岭嘛 对不对 这就是天气层一旦没有这个燕甲状态 被压制的时候就是 他的节奏就很慢了 对 很尴尬的地方 还是要压石托 看这把这边石托岭 被飘中的情况下 有没有被罚 最后是平坎点满天 继续平坎点满天 但是还是没有出 这场应该是只跌过一次 一次 其实还行 毕竟在后边的一个阶段 他就是在比赛前期大概十几个回合 平A的次数比较多 在后面的话 就是开始无限连环机来点天气城了 我觉得吧 上石托岭是绝对是有梦想的 只要出一把星云 对吧 其实星云这个东西 一切都能搬过来 我觉得 出现星云地面是肯定让自己解掉 这个真莫相对的这个状态来飞出来的 不用特别的纠结星云 就正常打就好 那个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 大家不用特别的去纠结 这边是双花膜 但是这里的蛇的血量非常的低 这把得考虑普陀要波兰了 还好现在 这把武装是套不了普陀的 对 这回合 不过这边女儿村有把塔 不知道有没有金青 不用啊 他这把女儿村封印就好 武装清风就可以了 武装走清风解掉两个 石托可以出手 只不过如果你 即便是走清风的话 是解不掉他头上针锋相对的状态吧 对 或者说这把我师徒 因为师徒领的三票 我们来看只有一回合了 这把我觉得也不用解了 再评一把就好了吧 对不对 有可能 再评一把争取叠个漫天 我觉得有金青 会不会可以继续考虑点啥光 这边的天机成功 可以点天机 对啊 对对吧 这边双花膜 女王膜又能秒 是 金青的话可能可保持两个手 是要无击动了 不给你揭露 但是这边 再摇铃铛 女儿金青 有无魂 不让你波兰 但是这边都选了点灯 双灯很舒服 波兰宝蛇 但是观众方这边的话 是先起指人的 因为他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钓鱼岛现在的天机成 是两个手之蟹 他在接下来的回合 他不会用 其他的叠灵剑的技能 他要等一个技能 叫做空手异味 对 但是选了破血点 破血点女麻木 如果取秒过来 有法爆的话 可能还得死 没有灵动的 这个女麻木 2500差一点点 爆了女儿7800呀 对女麻木 差一点点 又是被带走 如果有壁垒跟到的话 应该不会 不会的 应该全是去披蛇了 不会的 这个时候只有怨灵抢戏了 没有其他的操作了 这个血量的话 怨灵A过来是有可能 直接把蛇爆绿了 这个钓鱼岛的蛇 也是神诱了一下 女儿这把背包 有点难受 她刚轻轻过 她愤怒不够 那得给女儿 顶大斤了 观战方无敌动被笑 女儿是被轻轻过 只有愤怒的点 只有这个普陀 是有一点愤怒的 其他单位 应该愤怒 都是比较低的 因为你麻木是尸体 女儿穿难受 对 女儿穿这把 得赶紧先把大斤 顶起 或者说普陀 先把灯点了 我觉得这把 他可能要立盾 可以起 可以起 碎玉控 不让你去腰封 继续封一命中 中毒了 还是给小泉 打得很激进 对面这把 起塔了先 刚才有可能 会不会清风 别动力气 宝宝顶大斤 这一定得顶大斤 针锋 还是继续压 那就是 看来拱手 因为没有 没有公之蟹 直接选择针锋 压个伤害吧 对 那这把也就不强求了 应该是被罚斩了 波宠三千 币磊再跟 两千 那这把可能是不会来亲关张方的蛇 可能是考虑亲宝宝的 因为宝宝都是跟着 是东西吃活的 再会 力批是跟了 但是这也跟不死 这个血量是很健康 也别说 现在因为 幸运改了之后 幸运改了之后 真的是不好说了 还有一只 暴斌的话 能带走 批超过三千五 我觉得也是有机会 三千九 因为这蛇是刚刚神又过 因为神又过了 是 真的 现在由于高级 这个幸运和高级幸运 是有一个修改之后 现在 不好说 这个满管的蛇 它不被清得掉 是 中期珍宝哥这一排 珍宝宝太 真的 太厉害了 真的 打比任何服务器 到中期 这一两波宝宝 肯定是能占到优势的 我们来看一下 观众方天机城这把 可能会选择破血 去清个宠了 或者破血清蛇 因为它这个 燕甲是由 一个公之线组成 可以回二十点愤怒 再笑你 不给你罗汉 又被笑中了 又笑中了 难受 随于弄于空武装 这边没有颠倒 没有亲近的状态 还是被封印 但是这边斧头又把金裙 这把是不是要点杀 我们看一下 珍锋香对压的是宝宝 那疯狂应激了吧 是不是会选择疯狂应激 看一下 这边无底中的宝宝 血量怎么这么低 还是博虫 买一 这把是可以一加一了 弹个甲 仙利 你把我选的招院里 仙利那是单子 还是群 群一号 群的二 这把打得 那 那女儿村的宝宝宝去清掉 嗯对 因为其他其他单位的宝宝是飞的比较少的 对 所以女儿村的宝宝飞的比较多 没错 那这样的话又给了珍宝阁女儿村宝宝一个生存的机会啊 对 而且武装被动立了雪灯挺好的 如果要保女儿村的宝宝苦多是可以波兰你是清不掉的 嗯 按防御就行 无底洞这把不用管了 他要出宝宝了 呃 女儿风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珍宝阁女儿村的血量也是需要注意一下了 毕竟 鱼岛女儿 呃 鱼岛的女麻木先立描过去之后伤害也是很高的 这把这把女儿村可以来控观众方的女儿村 因为呃这个钓鱼岛这边无敌都是要出宠的控个法线也中 这边在这么早的情况下 除了六个手卵情况下出孩子是不是有点早 比赛还有大概一个小时多 他这个时候不能再出不能再出这个宝宝了 哦这把还好是风 哦 好好好是风中观众方女麻木 要不来女麻木秒过去抱一下 女儿村危险 对 这个血量是不是非常健康的 大概也就四五千的血量 开群 群怨链自己得一个怨链 那下巴就满了呀 可能要考虑出两只宝宝了 因为女儿村第四只宝宝扛的时间还是非常多 他可以考虑出第五只 或者说他有愤怒的人 可以考虑罗汉挪一把 不用罗 因为现在观众方没有蛇不用罗的 女儿村的大概率的选择可能会是控 继续来控观众方的无底洞 不让你去给妖风 因为现在对战方场上怨链是满的 他可以无限取秒 控你的妖风 普朵可以出个宝宝 普朵可以出个宝 因为妖风的对对战方五龙的消耗是真的特别大的 那这把如果说对面接罗的话 我就不如碎玉来控官方无底洞了 我可以给你金蝉 但是我还是出宝宝 还是出了 继续妖风 你看吧那就给你吃妖风了 破甲 要有这种有开始有想法了 你看 蛇在有剑的情况下爆了才打了一千血啊 哈哈哈哈 再给先例 下巴对面女儿村可以考虑金蝉 嗯 哇 哎呦 哎呦 不过其实无底洞啊 哎呦 这是直接啊 这是给了一个 那个无下猪鹿 无下猪鹿 但观众们还是有点亏的 不亏 普朵可以直接提 普朵直接提 呃 女伯母的宝宝喂一个大金 那她是死不去的 主要是她用无下猪鹿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女伯 那个无底洞是直接被被爆死了 对 那对面女儿村满管愤怒被清空的话 起来可以考虑喝个酒了 所以说刚这个回合出宠的话 我个人感觉不如用碎玉来控一下观众方的无底洞 因为你碎玉控了无底洞 你的武装一定是有一个出手要去控一个输出的 这样的话自己的女儿村死不掉 嗯 我们来看一下 这把对战方拉起女儿村问题不大 女儿村起来喝酒 这把观众方还有燕甲状态 她会继续选择针锋相对去压舌 因为压舌可以压到对战方的尸陀岭 再把这个针锋相对的状态重新双心 因为现在对面头上的剑 已经是最小的一层了 女儿村继续飘动 但是对面武装有金钱 会飞秒吗 这一把 不会 应该是不会的 还是继续压 你看五千 压到武装的身上 给了一个提气 这是一个 你还真别说 这把 这应该是飞秒 这个操作真像飞秒 果然是飞秒 真是飞秒 提气了 提气了 应该不是星源 不是不是不是 这把还真是飞秒 这把飞秒非常的漂亮 主要是压制住观众方这边的无底洞 而且女儿村也是有危险的 打回原形 拔木秒过来 这把秒到三个的话 三个单位都有可能有危险 看一下 秒在哪三个单位 直接一把四杀 这把回春味的真的太原了 这把回春是绝对知道你是要一针锋箱的压我石头领的 哇 这把太漂亮了 感觉出了把星源的效果 这个 其实没有出星源 对 只是一个常规的伤害 拉起女儿女儿可以喝个酒 一回 一回四杀 直接崩盘 有点像被 没有没有 宝宝还在还能打 宝宝还在 我知道但是已经很烈很烈 是对面 因为观众方场上没有归宿中 这边可以换一波虚迷的 不行不行 直接换了 直接换 但是还是要说有机会 普通被换死 这这这这这 这这 这机会 还有还有吗 真的 天基层对别的 对天基层对石头领是有优势 但是你对的是珍宝格 这真的是 你不能用普通的阵容来衡量珍宝格的体系跟打法 这这好像没没什么机会了 这这回合你突然就是意外 突如其来的一把面伤 就感觉突然死亡的感觉 是 真的是突然死亡的感觉 我觉得他这么 我开始还以为 是不是真的出现新缘 我说他肯定会飞的 因为金青他又吃回春 我以为可能是出新缘了 但是 就是常规飞秒就好 对 最重要是那个体器 那个体器是回春的体器 回春还会带体器很少见 一般会带护那个长绳 没有因为现在他们一定会准备 因为现在知道 第一 因为女拔木也会有诅咒 对吧 女拔木的诅咒 打在石头身上也很难受的 那包括现在天几城的诅咒 那这样的话 有点不太好追了 这个真的是指挥的实力 这真的 主要是没速度 你不能依靠女儿生 起来偷酒 稳得住 这就是最难的地方 他不像你有艺术的情况下 你宝宝齐全起来偷个酒 罗汉还能稳得住 这时候就真的很难了 这应该是已经 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了 最重要已经很难拉得起人来了 这也可以说是给大家 看到了一个去打 天击城阵容的一个打法 对 怎么样去打 你不能去一味的去清宝宝啊 或者是去压 去点其他的单位 你要尽可能早的去把他的天击城点死 这可能就是目前来说 这个阵容的一个突破口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对比女儿村有速度 有速度 一切都要建立在你有艺术的情况 有艺术 而且这个在开场对比武装 被腰风四起这么难受的情况下 把利用女儿村来压制观战方这边的这个无底洞 对 那无底洞 心残啊 腰风四起使用的 没有那么顺利 那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 珍宝格是战胜了钓鱼岛 获得了胜利 是挺进了本届的一个四强 那就